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在我的心目中來說 跳鋼管我是一種 還是比較美化 還是很好看 如果像我這個年紀了 跳這個舞蹈 我的感覺也很快樂 也很高興 鍛鍊身體就是 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還原我的年輕人狀態 我不要老了老師 這樣子不行 我一定要還原我年輕的時候 蹦蹦跳跳的 今年72歲的貴陽市民張希達 是一名鋼管舞愛好者 從65歲開始接觸到鋼管舞後 張希達對鋼管舞的熱愛 便一發不可收拾 如今雖已進入古希之年 但是他依然能夠保持活力的狀態 完成一系列高難度鋼管舞技巧 近日 記者在貴陽市一家舞蹈教室 見到了張老 伴隨著音樂旋律 張老所展示出來的一字馬 飛燃 飛燃 弓箭等技巧動作 乾淨俐落 面對旁人所表現出來的驚訝 張老也愈發自信 這些高難度的動作 你做不了的動作 有些基本上就是韌帶不好 力量不好 你上去你就做不了 你要加強就是平常的 基本功的鍛鍊 因為鋼管舞它不能去其他東西 這個不難 這個都好做 2005年 張老從貴陽退休後 跟隨女兒在四川省成都市生活了十餘年 2014年 張老在成都健身時被鋼管舞的魅力所吸引 他決定挑戰鋼管舞 初步嘗試 張老卻收到了身體發出的極限信號 我當時跳的時候 我感覺很累 做一個技巧 那些年輕人坐下來不累 我滿人 我全身是汗 我就知道我身體不好 心臟不好 那個時候就出問題 從那個時候起 張老更加在乎自己的身體狀況 調整了快大半年的時間 張老又重新回到舞蹈教室 而這一次重返訓練 讓他轉變心態的同時 也徹底瘋狂愛上了鋼管舞 我每天還是堅持去練 年年年慢慢慢慢的把它好了 一個月比一個月體能還好 還比原來效果還好 這裡痛那裡痛 很難受 趕脆去跳舞 全部把它打下 不要可以想這麼多了 去健身房鍛鍊 去舞蹈室鍛鍊 到這個年齡不要太想 每天你去鍛鍊 就開開心心地過就行 因為我的時間比較緊 我沒有時間去睡午覺 吃晚飯我就要去學校 你學校上課啊 就去練我的這些 也是會八九點鐘才會 如今鋼管舞已經滿足不了張老的追求 為了能夠使自己的身體更加協調 展示出來的動作更加如美 他開始學習舞蹈 準備將舞蹈元素融入到他的表演中 我因為我喜歡舞蹈 我很喜歡跳舞 民俱舞啊 古典舞都喜歡跳舞 舞蹈和這些鋼管啊 籌斷啊 這些釣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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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在一起 就是 跳了舞蹈嘛 都在上鋼管啊 送釣坊 還是比較好 比較美嘛 大家好 晚上好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來到我直播間 希望你們支持大年 度過愉快的晚上 剛剛直播們有些人說 哎呀 她哪裡有七十二歲啊 這騙人的 有些人說 啊 跳鋼管舞的 不是她 是兩個人 兩個人 你要去揮一揮她 你就難得揮她 可以爭論這些 我只能叫她去搜北都看一下就行 對於質疑年紀這件事 張老內心早已波澜不驚 不做演出 不博取大眾眼球 72歲的張老認為 她只是在追逐她的晚年夢想 表達她的人生態度 就是喜歡年輕人的 一般老年人的我還不喜歡 他們老年人都是在公園裡面 下下象棋啊 有時候你說我 我說你啊 下象棋 你不行啊 我不行啊 所以我不喜歡 外面變老就是看 如果能跳我就要繼續跳下去 如果再跳二十年我更高興 我會不會想到你 霧